哈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我是仲哥 今天是7月18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解盘 今天是你 行情呈现重挫 不知道大家心情是不是跟着这个台电七上又八下 那这边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行情这边只是涨多修正而已 其实我们过去再跟大家聊到 你要崩盘 其实也要时间的酝酿 所以现在不追价 找拐点 请你跟紧我的每一步 那现在又请大家先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为什么这边我们在跟大家强调 这也只是涨多修正 其实我在群组上面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现在请你先加入我的两个群组 Lite跟Telgret 请大家两个群组都把它加起来 另外我的个人频道 我在YouTube的影音也有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认为这边只是一个涨多修正 崩盘其实还很早 这边其实影音也有跟大家聊到 所以现在也请大家帮我把这个YT的个人频道 扫描QR Code订阅起来 所以现在三个QR Code都很重要 请大家帮我把这三个QR Code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让我们形成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再来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趴 那昨天有蛮多好朋友送给仲哥爱心 对仲哥也很开心 因为有钱大家一起赚 把我用心换你的一排爱心 所以请大家帮我这边按赞订阅 刷一整排爱心 那这边有好朋友问到说就是大跌怎么看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做个追踪 另外热市绿人算是发电还是收电 仲哥要很坦白跟这位好朋友讲 热市绿人仲哥功课还没有做到那边 但是就我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的股性其实蛮讨人厌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创高就拉回 创高就拉回 所以这种是蛮讨人厌的 而且就我的印象中 他算是一个比较偏向投机的个股 虽然这种股票仲哥就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除非是他的基本面有改善 挖到什么石油之类的 那这一块仲哥研究完之后 有机会再上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再来这边就是聊到大跌 我们来追踪一下好了 那实际上今天的大跌 朋友朋友 其实你也不用太过意外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很久 其实就这行情就是 比如说全资股要休息了 资金开始跑到中小型个股 那可以看到今天行情重挫 其实大部分就跌全资股 其实中小型股还是非常热闹 另外我在影片又跟大家追踪到 MISS恐慌恐慌指数大涨 或是超跑情人梦 又跟大家聊到这行情都要开始进入震荡 所以只要你时时刻刻追踪我的群组 我的影音 其实你都可以掌握到这些行情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你这边不知道该怎么掌握的 那仲哥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趁着这次优惠跟上我们 单股百万拼百万 请你拨打0223219933 趁着这次优惠买一送一 那就是这买一送一到底是什么呢 仲哥也不知道 但是听说老板哭了 因为这个优惠是比 这星光三月中年庆还要来得强 所以请你赶紧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这边赶紧来聊一下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其实我过去一直在跟大家聊到 指数呢 就请你把它放在一旁 因为这些行情就是感觉被这台电台电给操控了 那其实台电呢 就是都它占了三成 尤其是目前来到一千块的话 其实呢 它一点一个tick跳五点 不好意思 一个tick跳五块 虽然一个tick会跳四十点 虽然这边加权指数 我都认为说就是它不是那么重要 我再请大家把你的重点放在个股上面 那今天呢 今天跌破月线 那我昨天也有跟大家聊到的是 这边跌破月线呢 那就会开始往下回撤这个极限 众哥希望最好 最好来回撤极限 因为回撤极限代表说呢 行情这边呢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遍地黄金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里呢 请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不追价 找拐点 那如果这边真的有可以回撤 回撤这个极限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买点 但是前提是 你手中要有现金 我们过去常常跟大家讲 众哥不怕涨 不怕跌 怕的是什么 怕是机会来的时候 你手中没有那笔钱 所以这里呢众哥要建议大家的是 请你要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那我认为这去杠杆要开始了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千万呢 不要把你上半年辛苦赚的钱 在这里呢 全部都给吐回去 那这里我行情我认为 就是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多头排列的走势 就像我们过去一再跟大家聊到 只要降息预期还在 这个行情呢就是多头 那真的降息那一刻 我就会开始特别小心了 那目前CPI连续三个月下滑 市场上上都认为说 年准会呢 大概是在九月的时候会降息 那九月的时候降息 那在九月降息真的实现那一刻 那之前的六七八月下滑派体 你是不是要好好把握呢 其实呢这些 这些我们在过去都跟大家聊到非常多 尤其是呢六七八月 是这S&P500 应该说六七八月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这边呢 全年上涨幅度最大 那这个上涨幅度最大 涨幅最大上涨几率最高了三个月 所以请你呢要好好的去把握这三个月 那有任何震荡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很好的一个呛事 那这边其实我们 呃今天的大跌 其实你也真的不用感到太大意外 因为我们在七月十五 有跟你聊到 MISS恐慌指数大涨 那相信你长期追踪我了都知道 MISS恐慌指数大涨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边全肢股或是一些 呃你可能要开始去降一个部位了 所以这里呢我认为呢去杠杆呢要开始了 那再来我们这边超跑情的梦 今天让大家密一下 我们请导播帮我放大一下好了 因为这边字比较小 我在这边有提到 NAAIM经理人持仓指数来到高档 那你不知道什么是NAAIM经理人持仓指数 请你自行去Google一下好吗 那这边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呢 七月下旬呢会开始进入震荡 资金呢会开始歪到中小型个股 那这份资料我是什么时候跟你分享 是在七月八号的时候跟你分享 所以在七月八号 加权指数还在冲高过程中 MISS恐慌指数还没有大涨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聊到 行情在下旬的时候会开始进入震荡 所以这里你只要把我的总金趋势 拿在手上 我相信这个行情怎么的变化 我相信对你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推背图 所以请你这边有拿到资料朋友 好好去看一下 这种歌这边帮大家规划了下半年行情 我认为很重要 好不好 这种歌花了很久时间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所以就请大家拿到资料 这边赶紧去看看推背图跟你分享了什么 那我们请导播把画面还给我好吗 就是还给我这个英俊的脸庞 对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接下来的行情 那我认为 为什么认为说这个行情呢 就是这个行情就是要崩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我们目前看到的基本面 比如说AI需求或是企业获利 刚刚台电法说会 种歌还没完全看完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好消息 所以盘后电子盘是有大涨的 那盘后电子盘大涨之后呢 请大家去留意我的群组 种歌下线的时候 会帮大家在群组上面分析完整的看法 那我过去认为就是 基本面很强劲的盘式 它不会肩头反转好吗 你可以看过去的一些走势 通常会肩头反转的 大部分都是什么 无稽之谈 比如说我们常常跟大家举 有一些中小型个股 比如说比较投机的个股 那那些你就不要碰了 因为这些个股很容易怎么上去 就怎么下来 所以这里的行情 我认为加全指数不是无稽之谈 你要它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这里肩头反转 我觉得不会 但是呢 你要去留意的是 这里会不会是M的右边 那种歌就提醒到这里了 所以我认为要崩寒 也需要盘头时间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案例 大部分的什么 经济成长的时候很好 经济成长很强劲的时候 它都不会呢 这边就开始 就是直接的肩头反转 大部分什么 很像整理一段时间 那经济真的出问题之后 才开始往下 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呼应 刚刚跟大家聊到 我刚刚不是有提到 只要降息预期还在 这个行情呢 就是多头 那真的降息那一刻 我就会特别小心 尤其是什么 如果美债殖利率来到2% 3% 那我真的要请大家好好特别提高警觉 为什么来到2%3%反正要提高警觉 因为呢 代表经济呢 可能出了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到过去的情形 为什么要降息 因为呢 这边降息 可能是经济出了事情 比如说疫情的时候 那这边年组会不是降到 负利率还是什么 或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甚至是实施这个QE 所以这里呢 其实我认为 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讯号 可以告诉我们 这里只是涨多震大 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其他人都是 永远的十多头 永远的十空头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是有依据的好不好 我认为现在 从几个观点 第一个 第一个 经济成长还是很强劲 第二个 目前现行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现行 这现行你跟我讲是空头 我觉得不太相信 所以目前现行呢 或是经济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美在殖利 目前降息 预期还在 真的降息那刻 请你要好好小心 不要听到人家说 降息就是资金又开始洒出来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这么回事的好吗 因为降息代表说是 经济发生问题之后 钱才会把它撒出来 所以这是英国关系呢 你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这里 我们花蛮多时间跟大家沟通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把握这里的好机会好吗 不要认为说这里下去就拜拜 因为这里下去 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盘头 要崩呢 也要盘头时间 所以这里最好的情形就是修正 然后继续往上走 然后再创新高 最差的情形就是M的右边 那M的右边呢 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走到这一刻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M的右边还没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要请大家去持续追踪一下 所以夏日Party 我认为仍然是持续的 请你要好好去留意了 那再来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在先前就有提醒大家就是全资股 你要先避开了 那我们在7月11号的时候 把鸿海做个获利解码 卖在227左右 那227今天203要买回了吗 投票你认为要买回了吗 认为要买回了 请帮仲哥留言加1好吗 那认为还不用的 你帮我留言加2好吗 让仲哥来感受一下 目前的这个市场的氛围 因为过去呢 仲哥还可以直播 直播呢 我们可以看看呢 在线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目前市场上情绪呢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现在又请大家帮我留言好吗 加1的 我们认为说要买回了 加2的 可能还不要 所以这里呢 请大家帮我留言好吗 那仲哥呢 有机会呢 会再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不好 就是 对 我们跟大家分享 仲哥到底买了没 那 导播你认为我买了吗 随便嘛 都可以 少买我一份 少买他一份 就是导播这个答案 我蛮喜欢的 等一下我就把我的赖 私人赖给你 那这边的红海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贴写的时候 贴写的时候 经常去做买进的 所以这个就是蛮蛮符合 我们先前一定要跟大家聊到 红海的股息呢 就是请你记得 你丢 我捡 你追 我就抛给你好不好 就是你觉得这边行情 你要开始经常去追了 我就抛给你 所以这为什么 这种要统计这个市场氛围 就是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试了这么多次 真的是屡试不爽 所以这里红海呢 请大家要赶紧 留意我的下一步了好吗 那请你可以拨打 0223219933 或是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那为什么红海你要跟着我做呢 因为我是全市场 第一个跟你分享 红海GP200的趋势 第一个跟你聊到 红海拿到GP200六成的订单 那这是从这样120一路上来 一路的帮大家追踪 而且是我们是一路重仓 120 140 160 170 甚至刚刚看到205.5 我们都还在买 那我们卖在227 其实呢 这边其实 227跟今天的204 这边其实也有23块价差 23块价差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23块 你都不知道可以出国几次了 买个10张 大概可以去日本 6、7次 去日本当大爷都没问题了 所以这里呢 请你呢 要好好去留意了 好不好 这里 到底要不要买回来了 那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呢 这边先前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供300的过程 它不会一路一帆风顺 就好像从120到这个234 它也不是一帆风顺 中间伴随着很多利空 比如说Shop的利空 或是其他财报部的利空 但是呢 我们这边就是 不断的就是透过一些价差 来带来大家 顺利的供到200 那供300的过程中 这边其实已经累积了80几%的涨幅了 接下来政府呢 可能会更大 但是你要一路报到300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但是我相信 今天的下跌 应该就有蛮多人被洗掉 不信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来看看 或者是呢 今天的下跌 你可能还抱着 但是你心里呢 已经很紧张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万一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 我手中已经没有钱可以买了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跟大家强调 请你呢 鸿海一定要跟着我来做 而且全市场 只有我可以带着你来做 因为呢 我是全市场第一个跟你分享 而且是买在低点 卖在相对高点 其实节奏呢 帮大家掌握的非常好 大部分人都是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或是买在这里 或是买在这里 都是呢 沿路追上来的 所以呢 只有跟着我们买在低档 你才可以赚到钱 那其他的 我觉得都是来趁热度的 所以这里呢 你不要人云云云说 是不是300没机会了 或是要回到180 nonnonnon 请你跟紧我就好了 好吗 02-23219933 那这边呢 我们就快速跟大家带过 就是鸿海这些聊很久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什么时候跟你聊 3月 好不好 3月13 所以3月13 然后呢 这个GP200六成订单 5月的时候跟你分享 我相信我也是全市场 第一个跟你聊到 GP200很重要 而且是鸿海拿到最多单子 所以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快速带过 我就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导播 听说有 有有170以上 我真的打不过他 所以我今天要快速把它结束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请你把握 300块以下的时间 好吗 我在200块的时候 请你好好把握 但是我相信呢 没有什么人把我的话听进去 大部分人都是追在211 220 然后现在才问仲哥说 仲哥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拨打电话最快 0223219933 0223219933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GALAGALA 朋友你去看一下哦 我们过去再跟大家聊到 你要试着跟利空当好朋友 如果说这里只是涨多回档 而不是要崩盘的话 那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钱呢往哪边跑 因为我过去常常跟大家聊到 在利空的时候 股价维持着强势整理 往往会是大盘直稳后的下一波主流 那我认为今天嘎嘎嘎 这个走势呢非常的强劲 不管是配电也好 还是收电也好 今天涨势呢 就是就是维持在一个强势整理 甚至宏德 宏德这边呢还在创一个新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宏德今天又创了一个新高 有没有 又创新高 这边已经快快快快一倍 那这个云豹也要出关了 你可以看到其实都维持在一个相对强势整理的形态 那至于呢 这个胜微 胜微在嘎嘎嘎嘎 因为股本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呢 这边可能会比较死尿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天方 天方间又涨停 创新高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北极 北极涨多拉回 其实昨天的低点没有跌破 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 所以你要特别去留意的 目前呢 收电我认为是盘面上 最整齐的族群 那如果说AI真的涨不动 钱会往哪边跑 这是投票 你接下来要去思考方向 除了收电之外 我认为还快族群呢 你要好好特别留意的 那这个族群呢 这种各先卖个关子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呢 现在就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的节奏 那023219933 或是呢 你可以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或是私讯这种歌都可以 那请你呢 把握这个买一送一的最佳优惠专案 那我觉得错过之后就不再了 单股百万拼百万 就是现在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